在昨天的节目里 我们认识了一队来自广州的母子 途女士和儿子小陈 途女士是一家国企的管理人员 儿子小陈研究生毕业后 也在一家大型国企工作 母子俩的矛盾 源于去年儿子谈的一个女朋友 在途女士是一家国企的管理人员 女士看来儿子的这段恋情 他有三个受不了 首先是到处撒狗粮 他受不了 两个秀恩爱撒狗粮 一路的撒一路的秀 一会儿又靠在上面 一会儿又靠在上面 我说你没有骨头嘛 妈妈他们看到的可能会觉得 在长辈面前举止略显轻浮 一直到她跟我发信息的时候才知道 跟你发信息啦 其次就是婚前就住在了一起 她受不了 我就把那个房卡给他们 发了以后呢 我就看小姑娘也没有比较 像矜持地说 阿姨 我来跟你住吧 他们两个住一起 我们不见到对我们是一种尊重 你们感觉出来了吗 妈妈不开心 完全没有 对 当然最受不了的还是儿子有了女朋友之后 对她这个老妈的无视 我原来我这个儿子小小的时候 我妈背着包 她马上就接过去背着 她走路的时候 她都在来搂着我 我妈 我妈 现在看着我背着 无动于衷 她的善良没在了 图女士觉得 这个女孩和儿子不合适 正是她的这个态度 让她和儿子冲突不断 在今天的节目中 图女士决定 不再顾及儿子和女孩的感受 直接出手干预 给儿子的这段恋情叫停 我们把这边打电话 我说我认为你们两个不合适 不仅如此 她还把反对的声音 传递给了女朋友的家人 你这个家教 我肯定不能接受啊 对方家庭说了什么 做了什么 彻底激怒了图女士 我一听这个 我认为这个直接没有道德底线 面对母亲失控的表达 身处漩涡之中的小陈 又该如何打响 自己的情感保卫战 今天的调节 我们继续为您讲述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大家好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李小云 欢迎小云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我们节目继续 过年前吧 我也就把我们家的 现在的情况 我们怎么 想法来跟女孩子来交流一下 还有呢 你们婚前了嘛 在一起 违反了我们家的道德准则 这个事情 我还有呢嘛 她的父亲 很严厉地跟她说了 好多次的 我们不可以这样 因为这样的话 伤害太大了 你说了之后 姑娘在电话里 她就说 这是我们两个的自由 这句话一定让你很不开心吧 是 然后我说 还有你妈妈 我不知道她离没离 但是没有 没有在一起 姑娘能接受你这么说吗 肯定不能接受啊 因为我 我这个话 如果我是这样想的 不是我儿子 我这个话打死我也不能说出来啊 这个是别人的生活 我不能管我也不跟管的 可是你已经顾不上这些了 但是 我不能不说 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反对 对 这个电话沟通有结果吗 没有结果 你给她打完这个电话 没有结果后来呢 我也就跟她母亲来打个电话 我也希望她们呢嘛 客观地看待问题 还有呢嘛 你怎么表达的 这个很重要 我帮她们两个算个命了 她们两个有课 她们两个不活 你讲了这个理由 对 我当时是像这样开始说的 后来她说 谁像这样 你说嘛 你为什么不同意 你为什么不同意 婚姻自由了 怎么了 那天呢嘛 吃饭 我们家呢嘛 就不想叫你们去 我也就没叫你去 那我一听 我气死了 我说 好像我从来没有来吃过饭一样 明明是她叫我去吃饭 现在反过来说 她没有 她没有叫我去吃饭 非要逼着我 说这个难听的话 那我也没得责啊 我也就把不好听的话 说出来了 我说 你想想看 你们家的家教对吧 你的女儿 那个房间里 一大早出来个男人 穿着偷袭 你作为母亲 你能接受吗 你是什么样子的感受 你 你这个家教 我肯定不能接受啊 她就知了 知了以后 她说 不是说 这边我们要叫她来的 是她要来的 我说她要来 怎么办 你看看你儿子 多可怜啊 这边没人管 我说 对 她是一条流浪狗 在你们家来乞讨的 当时我也气了 我也就像这样 打完掉 我也就想想 要跟儿子说一下 就把那妈情况说一下 她说 妈你别闹了 该要怎么 这些事情 我那妈会处理的 怎么怎么 那就等于来 说了我一通 她就一直在跟我说 这是八字不合 真有这一条啊 对 就说 你要拿自己的命去赌 那就去赌吧 那工作啊 什么 可以再找嘛 家庭什么的 这些都不说了 但是就是客服 然后她 他们就让我 好好去学易经 然后我说 那那个 我也上网了解了解呗 就了解了一下 然后都说 在古代社会 男主外 女主内 全股高 意思就是 更加独立 然后更加的强势 那对于男性来说的话 可能是事业有成 但是在男主外 女主内的 那么一个社会背景下 那就意味着 女性可能要 抢夺家庭地位 所以才存在客服 那么一说 但是这个时代 和原来的时代不同了 你可以说 面向学 它有一定的大数据基础 但是既然理论前提都不同了 那它最后产生的效果 必然是不同的 是 这个问题跟父母沟通 但是他们不认可 又跟我说 谁谁谁谁谁家 那个谁谁谁死了 就是怎么怎么样 谁谁家又死了 又是怎么样 我没法说服自己啊 我也没法说服他们 就是 可能这是固有观念上的查局 那几通电话的话 我也跟我妈一直在说 就是没有必要去再扩大杀伤面积 就是从最开始 她跟我说要打电话的时候 我就说了 就是你有什么 你跟我说就好了 我是你儿子 别人不是你娘 别人妈也不是你姐妹 你有什么得找我 你不要去给别人打电话 这一次 图女士直接越过了小陈 给儿子的女朋友 及其母亲打去了电话 言谈之中的火药味十足 显然有着巨大的杀伤力 这让小陈的内心无比慌乱 母亲和女朋友的情感天平 让她第一次出现了动摇 而伴随着在女朋友那里 得到的一个重要信息 所有人的情绪都将被引爆 那天晚上 儿子就来说指责我 就说你还像那样去说别人 你考虑考虑别人能够接受吗 我说我说些什么了 他们家都录音了 全部放给我听了 那分钟我的那个老子 轰的一下全部崩溃了 我一听这个 我认为这个直接没有道德底线 一个家是讲爱人 是讲情 不是讲理的地方 任何一个家庭 我直接感到他们两个 永远不可能幸福的 有这样的行为 幸福得了吗 不可能的 那个家讲的永远只有爱 我怎么爱你 我怎么让你 不是应该要拿那个录音来对质 来作证的地方 显然你打这个电话 也不是奔着爱的这个角度去的 对 就说白了 吵到天昏地暗 也不可能录音吧 也不可能来拿来对质吧 所以 所以我也就知了 就给这个小姑娘来打了个电话 我也就说 现在你那么在录音吗 她说录着的 我说可以 你听哈 你要和她结婚 你去接 我也就骂了 几句那种那么脏话 你当时的心态是 我已经豁出去了 是这个意思 是的 我太愤怒 我认为没有底线的家庭 所以后转过头来 我也就在那儿就骂了她 两句脏话吧 我说你要接去接吧 我们家不可能认你 我来看着你 怎么过 我母亲在跟我说 她们打电话的时候 就说 我哪个女朋友说 她不检点怎么样 但是当时我就在旁边 确实没听到 之前也有过这样的情况 就是我质问我女朋友 我妈跟我说了很多 就我质问我女朋友 她们的通话内容 实际跟通话内容 大相径庭 就是差距很远 然后到最后这次 就是她给 女朋友母亲打电话的时候 她说 人家妈妈我是狗 非要赖在她家 为什么我听了那个录音 会去 心态会有点炸的 这个也确实是我的问题 那就是 事实和她说的 差距太大了 到最后我都 怀疑我自己 就是 到底哪些说的 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可能就 都不再信任 任何人跟我说的任何东西 录音事件 触碰到了图女士的底线 在她看来 女孩家人的行为 是在离间 他们母子之间的关系 这让她愤怒无比 在母亲的步步紧逼下 左右为难的小陈 也亮出了底牌 正是她的这张底牌 让母亲图女士 彻底的崩溃了 我们节目继续 我的婚姻是受到 像法律的保护的 她把那个 婚姻法 滴滴嘟嘟嘟的来背通 如果我们主子的话 我们怎么 可以到法院来起诉 可以到什么 公安机关 还有在父母单位 所以我可以简单理解为 儿子到这一步 也豁出去了是吗 是 所以就给我们了嘛 整个已经是 搅的一锅粥了 你觉得是谁搅起来了 这个东西吧 反正我认为 都是因为爱 你对儿子的爱 对 有儿子对你的爱吗 我不知道 不知道 到现在 她都认为 我是一个最坏的母亲 我阻挡了她的幸福 当时是那么一个场景 我母亲说 你是不是为了 要为了那个小贱人 要跟我断绝关系 然后我就跟她说 妈 不是 这个东西 可能我们要重新考虑一下 到底这个事情 是怎么一回事 我跟她说 其实婚姻法 是保护成年男女的 婚恋自由 我的权力 是肯定是被保障的 是合法的 也是被社会公认的 那现在是 我们也拨通了她的电话 小库的态度是什么呢 在男友母亲的反对声中 她会坚定自己的选择吗 你跟小陈 你们两个人是朋友介绍的呀 还是你们俩自己认识的 朋友介绍的 相处了有一年多了吧 是 有吧 觉得她这个人怎么样 觉得都挺好的 后来提出希望 你在工作上有调整 你能接受吗 我俩选择什么样的工作职业 这个我觉得是基于我俩 对我们俩未来生活负责的考虑 什么时候你开始感觉到 好像阿姨这边是有一些不满意的 就是她直接打电话说的 在你们去旅游的那一趟 你的感觉怎么样呢 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委屈 但我以为其实是 大家相处的少需要目光 是这种的 所以就我以为 就是没有留意到一些事业 但是等到过后了 我知道就是说 其实在出去之前 就已经是有看法的 那没有对不对 在那个过程中 我感受到的其实就是正常的 你有没有感觉到 阿姨到底是在哪个方面 对你或者说对你们有意见 因为说八字也好 变相也好 这个东西 反正我们是不太相信的 就是阿姨今天在现场 当然她也讲了我们所说的 比如说什么家庭背景 工作 职业等等 她也讲了这些 但是她都是在讲到 儿子没有关注到她 儿子没有陪伴她 甚至儿子没有注意到 她的需求 她都是讲到这些点的时候 特别特别的伤心 所以这个之前可能确实 是我们疏忽了 因为这边她也没有跟我 这边沟通过 也没有疏忽 其实是希望阿姨知道 第一个 我或者阿姨 我们都是爱帮的 就只要大家是融洽相处的 那对于阿姨来说 她并没有少了一个儿子 她在相反 其实她是多了一个女儿的 这个话之前没有机会交流过吗 没有 很不幸直接就到了 那样的电话交流 对于我来说会很受伤 明白 因为就会觉得因为自己没做好 然后导致我的家里人 受到了这种不断的职责和难 你会觉得是你没处理好 才造成这样的不堪的局面是吗 对 因为我觉得假如说 没有我的存在 那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对阿姨这边 其实我的态度是看阿姨的态度 不要说这种太伤人的话 但我觉得就以前发生的事情就已经发生了 就不用再去纠结 那今后大家还是就都好好的过 杜女士 你愿意跟小国交流几句吗 这边没有什么好说的 小陈有什么要说吗 替妈妈说也可以的 我妈妈可能之前是 就是这个事情的初衷是好的 但是可能是用错了方法 就我还是希望 你们两个人能够冰释前线 就是能够未来还是融洽的相处 在恋爱的问题上 小郭虽然语气温柔 不放弃的态度却坚定无比 可是图女士现在就是一条道走到黑 没商量不接受 那么这对身处热恋中的小情侣 该怎么办呢 如果图女士坚决反对 他们还有未来吗 调解员李小云决定 从图女士个人的成长经历入手 寻找解决问题的钥匙 我父亲在我一岁半的时候 就没在了 全靠我母亲来带着我们长大 他也没有在家 像我母亲认为 我们应该来找我 像我父亲那个样子的 有技术 他父亲是学文科的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们这边达不成共识 最后实际上我是 平和不了他们两个的矛盾 最后就离婚了 结束了跟这个小陈爸爸这段婚姻之后 那么你有没有后面后续 再进入下一段婚姻呢 还是一直都是单身的状态呢 有 大概是在小陈多大的时候 上高中的时候吧 十多年的时间 你是在一个人带着小陈的 对吗 那现在跟现在的丈夫的感情怎么样 挺好的 和图女士的这番对话 会给李老师带来怎样的思考 会为本场调解破冰吗 主要矛盾应该看妈妈的眼泪 对于我们的图女士来说 她的一生其实是挺坎坷 幼年丧父 中年的时候呢 又因为自己家庭 妈妈的这个干预也好 介入也好 然后跟自己的丈夫又离婚了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图女士跟自己前夫的感情 应该还是可以的 是 是吧 是 我能看得出来 是因为 我们看你把这份感情 投注给了你身边的小陈 她在不知不觉中 承担了您的这种情感需求 我们可想而知 在之后图女士未婚的十几年里 欢乐母子共享 忧愁母子同单 高兴的不高兴的 说不完的话 对于图女士来说 小陈不仅是儿子 还是知己 还是朋友 还是伙伴 可是这个时候 似乎小陈生命中 另一个重要的女人出现了 在图女士心里 小陈依旧是最重要的 而在小陈心目中 开始自己慢慢慢慢的 有了自己的情感和生活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就很想跟我们的图女士 多说一句啊 你的本意和初衷 只是希望 儿子在拥有一段 幸福的感情的同时 不要忘记你这个老妈 其实小郭是一个 多聪明的人啊 他刚刚在电话里 说了一句话 阿姨 其实我想说的是 不会因为这场恋爱 你失去一个儿子 而你只会多一个女儿 小姑娘 是很明白你的心理的 如果说孩子们 是高速公路上的汽车 那我们做父母的 只需要做一个 高速公路两边的护兰 他跑快 跑慢 有的时候可以游他去 但是呢 我们要给他一个 绝对安全的底线就够了 那么如果在不飞出去的 这个前提下 让他去跑 护兰 永远是大碍无声的 架在高速公路的两边 理解 这是李小云老师 希望大家看到的 显然小陈和妈妈之间 有着比寻常母子 更为深厚的情意 也恰恰是这份深情 成为了儿子小陈 情感的屏障 观察员朱永卓 则从心理角度 进行了进一步的解读 儿子在台上 讲的很多的事情 我的感觉啊 就是非常的理论 非常的理性 我会感觉到 一种压抑的感觉 你说到了一个词 叫做顺从 就是你从小到大 你都是顺从你妈妈的 所以这种顺从 就导致了你 对自己内心的一种压抑 对情感的一种压抑 所以这个可能是 其中的一个原因 当然你妈妈 也可以同样 适用于顺从 她因为顺从 所以她就离异了 这也是一种顺从 但是那你现在的做法 真的就是顺从了吗 你是不顺从这个 但是你顺从了另外一个 一样的 她在对女朋友的工作上 三个 国企 辅导员和公务员 国企的话 你女朋友认为 那个天花板 就到那里了 辅导员认为 薪资比较低 然后公务员呢 你们那时候 关系很僵 后来就没有考 通过这三件事情 我感觉 你女朋友是一个 就很知道 自己想要什么的人 很有组件的一个人 我个人觉得 那么这种组件的人 显然对你是有吸引 对你妈妈 实际上是一种威胁 她很担心 你被你的女朋友抢走 因为你的女朋友 很显然 她是控制不了的 她是不可能 顺从的一个人 而她最想要的 就是顺从 因为她自己 就是顺从 你在跟你女朋友 对话的时候 你说 哎呀 我们放下了 我们融合吧 你和你母亲 都融合不到一块去 怎么融合 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 怎么办 我觉得真的是很麻烦 你成长当中 一直是顺从 我能感觉到 一个劲 就是你原来 都是顺从的 突然之间 我找到了 这样一个人 可以把我原来 压抑的劲爆发 来对抗谁了 来对抗你的妈妈 这就是一个 反向的形成 就是一个人 才是完整嘛 所有好的一面 和坏的一面 但是你在 你成长经历当中 我这么猜测 可能你妈妈 估计对你 做了这所有的事情 都告诉你 我是为你好的 所以在他心里 在你心里面 那只能是个好妈妈 那你把他 对他那个负面的情绪 全部压抑到心里 你没有办法 把他爆发出来 就是通过这样一个 女朋友 把他爆发 我提醒你要小心 你小心什么呢 你小心再找一个妈 我想对母亲说 放手 逼迫是没有用的 我们在心理学当中 有一个 罗密欧语 朱丽叶情节 就是两个情侣在一起 你越逼他们 越会在一起 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原来我认识一个人 他就是跟他的 现在的丈夫 在一起的时候 然后全家人都反对 然后这个时候 他把所有的注意力 不是去放在这个爱人身上 而是放在他的家人身上 最后他俩依然在一起了 后来发现 他的丈夫 真的是各种不行 后来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如果当初 你们不去这样 逼迫我的话 我就可以认清 对面这个人 所以我这个我要跟你说 所以你要学会承受这些 第二个呢 我想对儿子说 你要去成长 真的你的课题太多了 你要去成长 对抗是没有用的 如果因为一个人 而放弃了另外一个人 这不是爱 关于这个录音电话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 这件事情是非常伤你的 你的感觉就是 就算我们发生了矛盾 就算我们有争执 你不应该采取这种 所谓像防贼一样的 这种做法 来证明你们的正确 和印证我的错误 来降低我在我儿子 心目当中的地位 这点让你非常的抓狂 是不是这样 是的 反过头来 你考虑过吗 你的那几通电话 于他们而言 也是非常抓狂的 您是一位母亲 保护自己的孩子 照顾自己的孩子 看着她走向自己的幸福 是一个母亲最大的心愿 同样那位也是母亲 她也有一个 自己想要保护 想要照顾 想要看着她 走向幸福的孩子 所以呢 当她接到了 这样的一通电话时 那一位母亲的抓狂 和您觉得自己通话 被录音时的那种抓狂 您不觉得其实是一样的吗 都是两个母亲 在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 为了照顾好自己的孩子 而在付出的努力 甚至是隐忍 甚至是牺牲 在这点上 我想母亲的心 都是相通的 我还要特别地告诉您 小郭就是刚才连线当中的 那个女孩 她具体是个什么样的人 未来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去考验她 去观察她 但是从今天开始 做母亲的 必须要去除掉一切 对这个女孩的成见 陪着自己的儿子 去感受她在婚恋中 出现的问题 看着自己的儿子 去处理她 所遇到的人生的障碍 信任自己的儿子 能够绝对把握好 自己的情感走向 你依旧会是孩子心目当中 很可爱的 很棒的那个好妈妈 我们国家有一个 翻译家 教育家 叫傅雷先生 他看到儿子 有一个傅雷家书 他在这个家书里面 给他儿子 远在外国的儿子 提了很多谈恋爱的建议 几乎是手把手 教他怎么跟妻子相处 怎么样去进行 夫妻关系处理 后来呢 他的这个大儿子 还是离婚了 我想我们的学识 我们的见识 未必就会高于傅雷先生 孩子的姻缘呢 我们可以给建议 但是未必能真正把控 你刚才赌气地说 如果他们非要结婚 我就不去参加婚礼了 这个话呢 是赌气 但是呢 也是种威胁 他们真正要结婚 我倒是希望你很大方地去 然后父母上在犯人的时候 你就说当初我是不同意的 你们非要这样过 祝福你们 这样形成你大气 你干嘛不去呢 你儿子的婚礼 你真正就是因为 他没有经过你的同意 他结了婚 你就不去嘛 将来一个是会有人生遗憾 第二个想来想去 也没有必要 其实本质是躲避 小陈呢 我想跟你说一下我的感受 你有时间你可以翻阅一下 我们民国时期很多的 文艺学家作家的婚姻 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三分之二 高喊的浪漫 要死要活 非爱不可 冲破一切的 如玉达夫 徐志摩的婚姻 都没好下场 三分之二 听从父母之命的 胡适 梁诗秋 基本上都善终了 并不是说 我一定要赞成父母之命 因为我们有个心理说什么 你越活 你会越活成父母的样子 怎么跟我爸爸一样 怎么跟我妈妈一样 想过小问题去了 当年青春叛逆的时候 天不顾地不顾 我要按照自己方式活一把 是吧 活活活到四五岁的时候 像爸爸像妈妈了 会有这种感觉 你到了我 四十多岁之后 你会有这种感觉 你反复说 我要按照我的方式 按照我自己的选择 过一把 这话当然没错 你妈妈并不是说 就反对你跟这个女孩 谈恋爱 她主要是反对 你跟她今后的婚姻风险 谈恋爱跟婚姻 确实是有点区别的 你不要为了反抗母亲 而去坚持这段感情 那就没意思了 老师们小之以礼 动之以情 告诉母子俩 应该正视自己的心态 才能够消除母子之间的隔阂 进而给年轻人的情感 带来希望 显然母子关系的融洽 是当不知己 调节进入密室环节 一落座 廖喜玉就表示 解决恋爱问题 首先要融化图女士 与儿子之间的 沟通的尖兵 我非常理解 你这个母亲 但是你要知道 你的泪水 就像什么 千金重大 是压垮的 廖喜玉说 要给孩子说话的机会 多听年轻人的心声 要学会变干预为建议 在这个问题上 图女士说 经过老师们的开导 她的心态放松多了 只有能吗 在今后的道路上 走一步 看一步 但是我们父母 必须要尊重 像孩子的心情 廖喜玉看出了她的担忧 大胆地给图女士 提出了一条建议 那我的建议就是 再给儿子一年时间 现在你已经谈了一年半了 再谈一年 这一年中 不谈婚论嫁 是 你们就是谈恋爱 对 也许通过时间 可以检验 一周年以后 你觉得这个女孩子 就是你心目中 我要找的那个女孩子 慢慢不反对 是 图女士欣然接受了 廖喜玉的建议 这一点令人欣慰 密室的另一边 小陈展开了自我反思 并且向朱永卓老师 透露了之所以 选择女朋友的原因 我从小到大 确实神经比较大条 就是无论是对母亲 对朋友 对恋人 可能都有这个问题 甚至包括 她现在也反映出来 就是说 我在很多时候 就甚至说是 纪念日这样的日子 可能都缺乏 那么一点点的浪漫 原来本身就存在这些问题 其实我为什么会喜欢她 第一个 她在教我 怎么去改变 和周围同事的关系 和朋友的关系 包括我跟父母的关系 她也在说 比如像你应该去看看你妈 带一点吃的 带一点酒啊 什么的过去 多去看看她们 她可能在这方面 她能弥补 甚至是教我 怎么去补足自己的短板 我能明显地感觉到 对你女朋友 在成长上的依赖 这种依赖倒没有什么错 但是问题是 当一个人的成长 它不是借助于 自身的力量 而是依赖于 另外一个人的话 这种关系 是比较危险 比较危险就是 你们的关系是不平等 只要是人格不平等 一定会出 在朱永竹老师看来 一定要学会自我成长 而不是对别人依赖 需要跳出自己的圈子 看待自己的言行 迎接情感和婚姻的考验 而第一步就是要 缓和与母亲之间的关系 你们可以拉开距离 因为你们现在就是 就是任何问题 都会谈到这个问题 回到这个问题上 也不要谈这么多的时间 但是我觉得 该关心的还是要关心 该陪伴的时候 还是要陪伴 这个是不能少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你自己内在的话 我觉得还是没有达到 一个成熟的程度 而内在成熟的 关键在于 就是感受自己内心 感受自己的内心 你先做到的就是 你跟你母亲之间 改善关系 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所以你要跟你的女朋友 就是慢慢的 但是她主动的 跟你母亲之间 如果有机会的话 去修复关系 她接不接受 那是另外一回事 对 其实我是特别想这样 密室里 母子俩对自己的问题 都有了进一步的证实 他们决定放下分歧 修复情感 那么密室回来 这对母子 会有怎样的表达呢 现在密室已经结束 我们一起回到场上 了解一下两位当事人 现在的想法 妈妈 妈 永远是我的好妈妈 儿子 对不起 妈妈原来做的事 估计是因为太爱 所以有些极端 我相信你 因为不管怎么说吧 你一路走来 我认为你是最棒 你也最优秀 这个婚姻 我也希望你慎重 反正你不管 怎么选择谁 妈妈都会祝福你 只要你有什么 在外面碰到什么 妈妈永远 都是你的感悟 谢谢妈妈 妈妈 我希望 你再给我们一年的时间 我会好好地判断 一定会做出一个 让你放心的决定 是对我一辈子 最好的决定 我也希望你相信我 我这辈子是你儿子 下辈子还是你儿子 我肯定相信这一点的 我说的很多话 也很过分 伤到了谁 我在这里 跟他 对不起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 只要活得开心就好 幸福就好 妈妈 不用太伤心 儿子永远是你的儿子 你们的家也永远是你们的家 从这种不愉快里跳脱出来 我们去寻找自己生活更多的乐趣 最后还要送一个礼物 给图女士和我们的小陈 这本书呢 叫做幸福二十一问 是金牌调节九年以来 凝聚智慧力量 各位老师的这个献计献策 把这本书送给你们 希望小陈和图女士的生活 以后会越来越幸福 谢谢 在节目最后 我们为母子二人准备了 由豪氏提供的大礼包两份 要送给你们 我们一起在接下来的生活中 寻找甜蜜的感觉 真情实义 好生活 真材实料 好面包 感谢收看 好好的生活 好谢谢各位了 好好的生活 谢谢各位 好好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